大家好 又是無語錄和long hair on air的時間 今天談什麼呢 其實很久一段時間PK等沒有露面 所以引起很多猜測 他可能失勢 或者很多人傳他的後台 孫力軍失勢 又牽涉到萬建柱 可能他又涉及洗黑錢很多的揣測 我就說過其實未必是這樣 你看他現在又出來了 在說話 是不是 借一些意出回來 是不是 他說話其實很簡單 昨天其實在那個 這個 在一個水警的總部那裏開的主要會 其實是說這題發揮 他都明知道人家哪有興趣說他原來講的題目 當然是問一些大家關心的題目 就不會像那位陳天柱說 為何你不問 我想你問那一題 為何要問這一題 這位陳天柱的北區指揮官 他的態度非常囂張 教別人問什麼問題 連大陸的國務院開記者主委會都不敢這麼囂張 為何會這麼囂張 因為很簡單 這個亦都是 很多人說PK等神隱了這麼久 到底是不是失勢 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他還是這個國安委員會的 其中的一個委員 他和他的手下 那個就是說 在香港的警察裏面出來做這個 所謂維護國家安全的那個警隊 那一隊人 所以其實他很明顯是 還在那個位置那裏 還在坐著 只不過呢 因為他要部署一些 大家 大家在未發生之前 都不知道的 很簡單 你說同一天就知道的 這個8月26日 那一天就是林卓廷和許智峯等等 十幾人被人拘捕 是不是 上門 這些是要部署的 是要教那個口徑的 其實 鄧炳強在那個警會那裏被人追問很多事情 他都頂不住 因為指鹿為馬 指鹿為馬 當你說那個鹿是馬 很多人說不是的 那個鹿是鹿來的 不是馬來的 越多人說你就越頂不住 尤其是 這個陳天柱拿截了人的圖在那裏斷章取義 被人家那些傳媒 即時指出 指證他 斥責他 而這個更多的媒體呢 激於異分 將他們看到的東西 他們拍到的東西 拿出來看 那你怎麼頂呢 鄧炳強被人家追問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不去為這位陳天柱保隔 其實老實說 如果 那麼大單案 做那麼大場戲 陳天柱怎麼會自己在那裏亂說 是不會的 一定是經過了整體的部署之後 再由他出來說的 鄧炳強不出來說 因為鄧炳強出來說 就被人家說 警務處處長 這個 這個粉蜜登場 就找回 表面上好像應該負責這件事的陳天柱出來 但是陳天柱說出指鹿衛馬之後 被人家說 他說你傻的 這隻是 鹿來的 有角的 是不是 所以頂不住 鄧炳強就出來 就是 用他的權威出來擺平 你要明白 指鹿衛馬這個故事 就不只是說一個人 是 說謊成性的 其實整個故事就是 趙高要陰謀政變 就是 這個太監在巡沒的時候 就看看有沒有人敢反對 他就指著鹿 就說是馬 那當時連秦二世都說 喂 好像不是 是馬 其他那些太監 那些 蠶神 見到趙高 已經是權傾朝野的時候 怕著殺身之禍才被迫說 是馬或者不出聲 但是香港現在還未到這樣 雖然間有國安法 雖然間說 警察的 暴力 或者濫捕也很囂張 但是現在香港 基本上因為香港人在那裡撐 但是 仍然都是不能夠 你說是 這個 馬就是馬 是吧 我看到路 我仍然說 這個真的非常之可貴 我也要對傳媒 表示我的致敬 也都希望大家要記住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大家如果有什麼 在721或者其他類似的事件 記住要保留一些資料 因為可能在指鹿為馬的年代 大家可能會拿回一張照片出來 喂 這個 這隻鹿有國的 不是馬來的 是有用的 尤其是現在的案審 可能 這個 警方提出來的證據 都是斷章取義的 好了 那 為什麼說 PK等是另有圖謀呢 其實 在這個 將 拘捕林卓廷和 許智峰作為一個 轉捏點 就是說 將黑變白 白變黑 其實是一個部署 為什麼呢 721經過了成年之後 仍然都是這個 林鄭政權的一個死穴 因為 那個無差別襲擊太明顯了 所以 要去 拉回一些人 表面上 去做出戲 做出戲有兩種 一個就是 要令到 這個 建制派 好像 何君堯 何曉 或者 其他的 支持警暴的人 有話要說 警察要抓人 是不是 我都說了 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這就是為什麼 陳天柱 用了成語 奇古相當 勢君力敵 來形容這個 我都不多說 所以其實整件事 鄧炳強 我相信他還有更加多的部署 因為大家要明白 這個 在這個 國安法生效之後 有很多這些案子 是要做的 是不是 或者是 還有好像 要用濫捕來恐嚇香港人 是要做的 所以 鄧炳強一定會坐鎮 好了 到了現在這樣說 喂 那天他其實應該是連堂的 我看了新聞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去到連堂 後來又說他沒有去到 沒有去到連堂 連堂是什麼呢 就是 是這個 因為 連堂口岸開通 剛剛又是這個深圳特區 40周年 所以林鄭就爬上去 去拆鞋 這個我稍後再說 同一天 你記住 深圳特區40周年 其實在很多 大陸那些老臣子來說 就是說 鄧小平南巡是應該的人來說 是大日子 咦 不是 在北京就發生了另一件事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也跟鄧炳強有關 是不是 這個就是 在這個 星期三早上發生的事情 這個應該是 習近平 張那面旗 就給公安部部長 趙克志 當然這個是一個 很重大的轉變 因為 以前這個 武警和公安都是歸國務院指揮的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由習大大拿著旗 就把旗交給趙克志 和另外一個國安部部長 去把那個權力收回來 其實有什麼說呢 就是說 這個 習近平在那裡說了些什麼呢 其實 除了是收回那個權力之外 他是非常之清楚提出了要求的就是 他就說 對著 這幫 公安 國安說的就是 人民警察隊伍 是應該對黨忠誠 始終以黨的其次為其次 以黨的方向為方向 以黨的意志為意志 堅決 聽從黨中央命令 聽從黨中央指揮 確保絕對忠誠 絕對純潔 絕對可靠 這樣 是不是 是的 就是 四個絕對 為國 你想想 你將這件事情 拿回來香港就知道 因為香港已經有了國安委員會 特首只不過是主任 而對上那個就是駱惠寧 駱惠寧就是顧問 所以就是說 有了國安法之後 整個香港的警隊 用回習近平的說法 就應該是忠於黨 忠於這個大陸的指揮 就是說 以後駱惠寧應該 或者應該是這個 統率全局的人 也是絕對可以指揮警隊的人 所以 PK等一定是 要向他絕對忠誠 是不是 就是說 幾難看的事情都要做 所以 完全是從一個 所謂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 就是維護黨的安全的角度 去行使警察的權利 以前三萬多人給林鄭讚是 我沒有什麼的了 是靠那三萬多人的 到現在更進一步就是說 你那三萬多人 固然可以公高鎮主 去動林鄭 動過張建宗 就是721而已 就是張建宗 講幾句 比較持平的說話都被 你原作級協會的主席秉 秉到他剛剛講完之後又要道歉 其實我沒有什麼意思 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就是 這個 你可以以為可以公高鎮主 鎮得住林鄭 其實你錯了 如果不是我講止暴制亂 如果不是我講這個 支持警隊嚴正執法 你們全部都是垃圾 這個很清楚的 所以 在這個同一日 就是好像故意安排那樣的 同一日就馬上 是 這個 抓了林卓廷他們 在同一日的 習近平向警隊授旗 同一日的同一日 也都很巧合出現了一個 所謂後來的公佈 就是講這個 在26日 星期三 這個中國海警 絕對這個 共產黨絕對忠誠 絕對服從的 以黨的方向為方向的 中國海警 就在官方微博那裡 就說 其實 抓到一批非法的入境者 初初 就是 謠傳說 其實 是 抓到一些 在香港 坐船去台灣的 這個 手足 其中 這個 一個 就是很出名的 就是 攬炒團隊 李宇憲 接著 現在 就越爆越多了 首先 就是 這個 有一些 好像東方 東華報說 東傳媒說 後來 就是說 在 這個 這個 文匯大公 全部 都說出來 是不是 余嫂家珍 好像 好像 他自己親自去查案 這樣 將所有的事情 哪幾個被人抓了 以前有哪幾批人 用什麼路線偷渡 余嫂家珍說了 這個 這個 PK 等 神癮了這麼久 你猜他有沒有 在這件事上面 有貢獻 我覺得是有貢獻 因為 如果你說在香港上船的話 如果你說 假設那幫手足 真是下網 真是抓了的話 即是說 在香港方面 都有這個配合偵查 或者是香港的警隊 是不是 如果 如果不是 因為觸犯國安法 可能用香港警隊去跟蹤 如果是 據說 有機會觸犯國安法的 人呢 即是 這樣可能用 國安 這個 國安公署 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去指揮 的 這個 這個 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警隊去做 那你說 鄧炳強 會不會沒有份呢 因為他本身就是 在這個 國安委員會裡面 坐在那裡的人 是吧 所以其實 很明顯 在整個的看法就是 無論是在這個 抓林卓廷他們來 指陸為馬 以至到 這個 公佈這個 所謂 抓獲十幾個偷渡者 其實是一個 相互的配合來的 但是鄧炳強 穿了崩 人家問他 喂 那裡 這個 中國海 有人說 遙傳 有這個 又說 抓了人 中國海警 可能都說 抓了人 你有什麼 看法 這樣 維尼哥 8月23日抓的 是吧 鄧炳強 沒有可能不知道 如果以我分析 因為他應該是 有機會是 偵察 在香港那部分的人 第二 最好笑的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為什麼大公和 文匯報 表面上一張報紙 會有資料呢 是吧 就是等於 林鄭月娥經常說 我有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一樣 我也不知道會這樣 這個很明顯 大家看到 一連串的 在香港發生的事 其實是一個 精密的部署 很簡單 你這個 海警 發出的 在微信發出的 也是同一天 造成一個什麼現象呢 就是 你看到昨天 就是這個 法庭 說 喂 案情很嚴重 是吧 還有二十幾人還沒有抓 所以 反對 保釋 這樣也敢說 這個也不用我搏 嚴重不是你說的 你提供什麼證據 是吧 是吧 你要說服到法庭 什麼都沒有 隨便 隨便 這樣說 就可以了 林鄭月娥說幾句說話 又是 有一個在這裡住 在西鐵車站上面住的銀行副總裁 怕那頭 找些水喉 智慧 又是暴動 不是吧 是吧 這個很明顯看到的 案情 你怎樣可以亂說 別人暴動 還有二十幾人參與暴動 是吧 很簡單 說回 如果你說要抓暴動 反正有很多人還沒有抓 不只是說那二十幾個 好像這一位 這個大家都很出名 現在人還在這裡 是不是 出了名 西瓜佬 是吧 有的 這個就是石鏡泉 我認識他 大家看到的 家裡有沒有藤條 拿藤條出來 找些小小的打仔 家裡沒有藤條 怎樣 我們去五金舖 買一支二十mm的水喉通 教仔 這個在哪裏說 2019年7月20日 即是說 7.21之前的撐警大集會 據稱數以萬計的人 是聽到他說話 是吧 所以你說 要捕捉多少人呢 也都是 早有預謀的 是吧 因為呢 在7.21 被警方抓了的人 有44個 現在呢 所謂 另一派的人士 就有13個 包括林卓廷在內 還捕捉多二十幾個 那就即是 跟陳天柱說 做好這個故事 就是捕捉多些人 讓整件事看下去 是勢君力敵 旗鼓相多 很簡單 所以其實 說到尾 鄧炳強本身 已經是 在國安委員會裡面 他有個頂頭的上司 其實就不是林鄭 是在大陸的 他的對口單位 國安單位 或者公安單位 所以其實 現在大家講什麼 通報機制 就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通報機制 是一個對等的機制 現在他不告訴你 你也說他不像 即是說 現在據說 被人抓了那些人 到底在哪裏 不在哪裏 有沒有機會公佈呢 現在不知道的 是吧 因為 只是說的 因為 這個 中國海警 沒有說到那麼多 詳情 是鄧炳強 都不知道那些詳情 在哪裏來的 鄧炳強你自己解解 是 身為警務處處長 收不到封的嗎 沒有人通知你的嗎 還是你實際上是你通知人的 OK 所以其實 大家一看就看到了 整件事 是吧 所以其實你說鄧炳強 曾經神隱 不見人 很多猜測 其實大家都不用太天真 是吧 因為 他現在仍然坐在那裏 仍然在國安委員會裏面 所以 鄧炳強 PK等 無論昨天 他做了些什麼 就是 好像 跟陳天素不同 要說一些 比較 像人說的話 沒有辦法 因為 縱口削金 不是你去說 又說什麼 不是說你叫一個人出來 亂這樣說 就可以改變了事實 好了 鄧炳強 固然是這樣 但是 我們香港還有另外一個人 就叫做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呢 也是 我又不信他 這麼大件事 鄭若驊 要同意 去告人 因為鄭若驊 是他的司長 律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一定知道警察抓人 是不是 怎麼會這麼快 可以配合到 可以說 要告 所以 林鄭月娥 我也知道 在她起程去 連堂 也是在這個 8月26日 就是說 習近平去 授旗 拿了旗給人的時候 一棍給了人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是 去了這個 連堂 其實 她去做什麼呢 她呢 去獻味 這個 鄉原圍口岸 連堂 這個鄉原圍口岸 通車其實是遲了的 是不是 預計完成的日期就是2018年 最終完成的日期就是2019年 現在展彩都是2020年 就是 其實是 遲了兩年 那 她為什麼 她怎樣去 擦鞋呢 這個人真的非常無恥 大家都知道 其實她是 做過這個發展局局長 是曾蔭權 說她很大大 曾經 在這個 曾蔭權的任內 叫她回來做這個發展局的 這個 負責的 負責去 這個 準備 和大陸的 這個 所謂十二五的交接 那她就說什麼呢 她說 她說 今天 能以特區行政 長官身份主持開幕 更是意義非凡 因為這個項目 從構想落實設計 建造到今天啟用 我都以不同身份參與其中 就是由這個 在發展局做事 去到這個 今天她都參與其中很多工程 那很簡單 就是你參與了的時候 你要負責 那我想請教你 為什麼這個連堂口岸會遲了這麼久呢 是不是 為什麼會超支呢 是不是 原來是 162億的 後來呢 就變成了249億 超支了87億 喂 超支一半啊 是不是 在近五年來超支 增幅最多的工程之一 喂 阿哥 你不是啊 那你都說得出口 好有 好有這個 好有這個 與有榮演 你不是啊 到底是 你覺得 將這些錢 浪費了 或者是烏龍到我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你找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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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建商 做這個 或者是做這個 consultancy的公司 喂 我當日就覺得很離譜 他說 喂 不好意思啊 我們沒有探討 原來那裡呢 是 這個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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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多些灌商的事情 或者 反過來說 我從來以為是例 來的 全部這些 老實說 是應該顧問公司負責的 我們不要說啊 顧問公司 你看到以前 馬紹祥副局長 我都知道 他也是做顧問公司的 鄭若驊 司長的 老公也是做顧問公司的 阿哥 真是 就是 行蟹一氣的 阿哥 是不是 這個 私相仇仇 是 阿姆私相仇仇 Hold住15秒 先 大家Hold住15秒 先 沒有電 換電 不是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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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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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其實 林鄭我還在說 其實 高千遠足 我們 這個 這個 連塘口岸就體現了 是不是 我們最初 六個 口岸 汽車通 就可以了 現在第七個又開通 阿哥 你真的 講了去哪裡 是不是 我想問 你 港珠澳大橋 拍烏鷹 港深港高鐵 就算沒有疫情 都沒有什麼人坐 是不是 像雪櫃一樣 凍冰冰 那怎麼算 還有 你那些超市都是一流的 是不是 你只講這個 港珠澳大橋 超市1420億 142億 142億 喂 超了四成幾 超市 港深港高鐵 又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超了這個 105億 超市是23% 你還說高千遠足 你高千遠足到會超市 你不要計 其他不是跨境那些 沙中線 這樣你都講得出 是不是 你現在經常說 我們沒有錢了 這個防疫抗疫基金可能 頂不了了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喂 這些錢拿來救香港人 可以嗎 是不是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 如果 我用林鄭這個說法 就是 大陸 那個十二 就是由十二五 規劃開始 一路將 香港 作為一個 都會 和大陸的其他 所謂大灣區的配合 就是未來的方向 這個也都是 有這個 所謂明日大雨 和這個 發展這個 設萬億丟下海的 基建工程 是不是 這個就是很清楚的了 那林鄭月娥還在這裏講 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 口條舌滑 說 很開心 其實這個特首 做什麽特首的呢 是不是 現在他都不是香港人的特首 他是 向著大陸叩頭的特首 很簡單 他接受這個鳳凰衛視 問答神州 就在8月25號那天接受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街 是不是 就是說他臨上去 連堂那天 這個 接受過訪問的 喂 這個鳳凰衛視 你會不會先看 應該不會 是吧 鳳凰衛視是什麽人看的 不是大陸人看的 或者在海外的大陸人看 香港人很少看的 喂 他接受這個訪問 是為自己 去打造一個平台去獻味 你看看我做過很多事 這樣 喂 大哥 第一 他就賴什麼呢 就賴社交媒體 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喂 你是不是傻的 有哪個執政者 有哪個執政者 這個世界上執政的人 是會生活在一個沒有社交媒體的地方 可能有 我不知道 你告訴我 可能很窮的國家 就沒有 你這樣都賴得 是吧 但是 還有 原來是社交媒體令到你 不行的 那我麻煩你了 你不去社交媒體接受訪問 你走去這個鳳凰衛視接受訪問 解決到社交媒體的問題嗎 你夠不夠膽 現在你連接受廣媒訪問你都未必夠膽 是吧 然後他就說其實社交媒體對警隊很不公平 事實驅在 才拿出來說 社交媒體當然很多種 有些是可能失實 不一定 但是跟你 等於你 林鄭講 警隊那麼多人 有些人可能犯法 我覺得頂體都是好的 你不好意思啊 叫你做這個全面的獨立調查 你不肯做啊 到現在為止 我好像也沒聽過 有什麼警察是在這個反送中運動裡面 因為 行使這個過分的暴力 武力 濫捕濫打 是被人捉過的 721本身是有機會 廉署那時候都說有公式人員行為不當 因為有權不用 有嗎 那你可以掛人家那些社交媒體嗎 接著他又說 其實我不是一個懂得政治的人 我是一個管治的人 那更加就是瘋了 是不是 等於你走去問這個保安主任 這間大廈到底應該怎麼做啊 應該怎樣去運作一樣 喂 保安主任就是人家說 因為你保安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不懂得政治 你怎麼做特首 你不是不懂得政治 你是不懂得政治應該是基於人民的授權 你是懂得公廷政治 第二 我簡單 講回到尾 你自己 阿樂紀徒蘇州市就知道了 是不是 第一 你這個 在 你和梁振英競爭 又跑馬仔的時候 你自己搞了個什麼 所謂故宮博物園 留夜說 找你的同事跟你一起鬥了出來 拿上去北京獻味 看老人家開心 那梁振英就跑不出了 那現在在哪裏 那個西九 西九管理委員會 你負責的 你做主席的 現在又沒有錢 又沒有人肯投資 那怎麼辦 你做主席的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全部對於你來講 就是 港人之概 找件事 出來 拿件 這個 朱爾省 當是保密 拿給大陸人看 你看我多厲害 我做什麼都可以的 我都不用再講 我慢慢 明天才再用你算帳 或者 明天我有機會再講 希望大家要記住 林鄭 現在在這個 疫情感的時候 對於 香港人實際的幫助 已經講明就是說 沒有什麼錢 是吧 一萬一千億的儲備 跌到八千 那你三年赤字 我們幫不了大家的手 但是另一方面 就大張旗鼓 是做這個擦鞋工作 從九月一日開始 是吧 要感謝黨中央 他就算在這個 我現在講的 這個鳳凰衛視的訪問 多謝了很多次 是吧 他現在做這個 為什麼他現在 左一巴巴又一巴巴 他在訪問那裡 就曾經說過 說他曾經很 很徬徨 一個人要頂這麼多事情 那麼 他就說 其實經過了過去六 過去六月份到現在 我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但是怎麼說 有的人最近形容我 又回到以前的我 是吧 是吧 我又回到以前了 我告訴你 反送中的惡法 又是你搞的 那麼今天 在這個 你自己 說要轉危為機 用這個 所謂限聚令 去打壓我們示威的同事 又要做大龍鳳 去逢迎中央 為自己拿資本 就是我叫中央下來做 其實老實說 就是令到 這個全世界可以看到 你是多厲害 去找到共產黨下來 去做 去做 就去做 你自己做 去做 你自己做 去做 去做 是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記住 你不要聽到別人說 去做 就去做 有很多事情你自己考慮 不要聽林鄭在亂說 我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分享出去 亦都希望大家 這個 大家有沒有方法 去 有沒有方法幫助一下 現在受到警暴 或者濫暴的 這個 這個 手足 有些人說 問我 想想想方法 去救十二位 直接被送中的 手足 就是直接被送中 我不知道是不是講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十二位被直接被送中 是不是就是說 被這個 中國已經抓的人 是吧 我覺得整件事都暫時 不是很清楚的 希望 盡快知道了 人 人在安不安全 最緊要 最緊要就是知道了情況 如果你指望 特區政府就不用了 因為 以前我們簽訂的那些 協議通報機制 現在不用了 因為 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就是 曾為國 曾為國 曾為國就是幫習近平 將習近平那張 遲碟放在那裡的人 你指望他就不行了 我希望大家都想一下方法 是吧 就是怎樣幫到 現在 這個處境越來越危險 受到打壓越來越嚴重的 這個 手足 好 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分享 如果有什麼可以支持一下社民言 還有一個我想補充的 就很多謝大家 關心阿股 大家捐款 都捐了有藥肝的數量 是令到他的診費 是沒有以前那麼緊張 多謝大家 他已經施了手術了 已經施了手術了 施了手術之後 現在的情況 是暫時穩定的 多謝大家 各位對他的關心和幫忙 如果大家有什麼要知道的可以直接找我 或者看我的Facebook OK 拜拜